再来是政治焦点 马总统明晚就要出访梵蒂冈 不过不止大陆有意见 现在就连媒体们也很有意见 这次庆贺团超精简或许可以理解 不过总统府怎么就单单指定 两家媒体可以搭专机贴身采访 还要全国民众帮他们付住宿费 还有卫星传输费 因为都可以挂外交部的账 也被批是不是要收买媒体 马总统周日就要出访梵蒂冈 让总统府周五下午才举行记者会说明 外界一头雾水好事怎么这么低调 而且这回媒体通通不能随行采访 总统府只片面指派中央社 和一家电视台负责拍摄 引发其他媒体强烈不满 质疑总统府这种限制采访的措施 已经破坏了向来总统出访 公开透明的惯例 已经强害了新闻自由 我们没有办法邀请很多的媒体来随行 但是呢我们又希望媒体能够 获得一些总统在当地访问情形的讯息 或者是影像 所以这一次呢 这个我们总统府这边呢就有规划 由我们轮值的媒体 是不是来负责参与这次的团 他是为所有的媒体来提供服务 所以我们外交部觉得可以的话呢 我们也来替他负担这趟的礼费 过去总统出访媒体随行 都采自由报名方式 住宿费及卫星传输费用 都由采访媒体自行负担 采访者受访者之间的界线 清清楚楚没有模糊地带 但这次外交部超大方 以公务预算支付了媒体采访费用 虽然所有媒体都能免费分享 总统出访的影像画面 但也引来收买媒体的事法性疑虑 但俯放害外交部澄清 时间短促为了人力精简 只好出此下策 从开始规划就是朝向精简的方向 我们没有办法规划非常大的团体 虽然我们有一个专机 世界各国的庆贺团都非常的多 会在同一个时间涌进罗马 所以现在在罗马已经是一防难求 车辆的安排也会出现一些很困难的情况 这次总统搭乘的专机 空中巴士A340300客机 扣掉总统庆贺团五名团员 还有270多个座位 不免让人怀疑 一个四天的国事访问 总统究竟带了多少随行人员 一架有276个座位的总统专机 只容得下四名记者吗 元首参与国际盛事 原本美式一桩 但总统府外交部在规划时 刚毕自用 新闻发布又故作神秘 反而让出访失交 好事变坏事 有点TV综合报道